Alright 歡迎收聽最新一集的 陰陰無故事 我是小葉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在節目正式開始之前 還是要把該宣傳的跟大家說一下喔 大樹野球543與543週會談 2024年全新的贊助方案在哲哲平台上上架了 再請大家多多支持 那還有就是我們羽絨峰合作的Sport卡 還有汗水波白流的App也請大家多多下載來使用 一起支持台灣的運動Podcast們 再來就是那個8月24號陳青湖的威士忌Pod 再請大家可以用那個要參加的先買票啦 那個內也必須下層靠上面的位置 之後的戰報都是跟運動世界的專欄作家 掰開老師啦 迪賽合作的 那想要看更完整的分析還有文字版的解說 就請大家去看專欄作家 掰開老師在運動世界上面的專欄齁 Alright DJJ out a bit 那本週的In My Heart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 在昨天也就是8月4號去嘉義看了 台岡雄英對統一師的嘉義組場的比賽 那有在追蹤中華職棒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就是去年一開始我們二軍的第一年的賽事 原本是在陳青湖組場 那在四月的時候就封管開始第一階段的整修了 那就把組場移到嘉義市去 所以對於嘉義市棒球場 對我來說算是 也可能對熊英們 尤其是去年前年選進來的小英們 也是最初的起點啦 那整個嘉義市的硬體真的是改了很多 內野的座椅都已經全面換新的了 那都是有杯架做起來也蠻舒服的 那在護網的部分也換成更好的護網 那之前因為大家有去過二軍的比賽 大家就知道說很多的球場 他的護網那個洞是很大的 那二軍的比賽通常又只開放了本厚 然後往旁邊稍微延伸一點點的地方 現在地方都是有封鎖線封住 不會讓球迷進去的 那他把護網換成這種新的隱形護網 我有繞過去這樣看一下 整個視野是非常的好 那草皮也改成了天然草皮 紅塗也好好的整理 那整個外野草皮也都整理得非常的好看漂亮 那在外野的部分 雖然一樣還是那種水泥 一層一層的 但是很明顯就是有打掃 跟一樣生在嘉義的嘉義線棒球場 就是天狼之別 那唯一有一個小缺點是 他的內野的屋頂 也不能說屋頂吧 遮陽屋的部分還是只有在本厚那一區 那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曬 那如果說之後嘉義是 可能第七隊啊 還是跟聯盟有些各個球團有些合作說 還會持續在每年都會有幾場來嘉義 辦組場的話 是可以再看有沒有辦法弄下一期的工程 把那個內野遮陽的部分再整理一下啦 不然喔 真的很辛苦耶 那外野做外野本來就熱嘛 這個沒什麼好說 但是這一次球團還有跟嘉義市政府 就是有一個比較貼心的地方 是在那個內野三壘車下面 那邊他是有兩個攤販 一個是漢堡 一個是賣飲料的 那那邊是有一個區域的 應該平常來說是球員的休息室還是什麼的 本來他是有冷氣的 那有開放球迷 在開賽前先進去休息 那真的是人間仙境啊 那也有球迷朋友反映說 是用那個Family購票系統買票的 那有存在說 他買的那個在購票網上選的區域 是根本就沒有那一排的 就是那區是沒有那一排 就是這個鍋我不知道是球團那邊 要負責還是購票網站那邊負責 那之前嘉義市打一軍的比賽都是自由做啦 那這次是因為我們家他有那個抽門票 就是你買票進場 然後他會照號碼抽 跟那個賽後跟Winstar合照這樣 那這個之後可能就是要再注意在協調的部分 那整體看起來那場比賽是打得非常的過癮齁 雖然我被我們的聽友喬丹 幹球哥喬丹 我這次跟他一起去了 然後大概第三局我就天氣太熱了 然後也喝了一點酒我就睡著了 睡著的時候是0比1落後 然後五局的時候起來 3比1了 也是一個蠻奇特的體驗這樣子 那那一場比賽也是收穫多多 尤其是先發投手是我們的 柏青哥陳柏青嘛 那在去年的10月的時候的二軍總冠軍賽 那第一戰也是由陳柏青拿下了 五戰三勝第一戰在嘉義拿下第一勝 所以就是套那個啦 那些年嘛 就是回到最初的起點這樣啦 就是額外的感動 那講幾則本週的新聞吧 那首先是新羊頭鳥鬆齁 就是已經確定在這週可能會在那個 二軍登板出差觀察了 那之後也馬上宣布了那個 另外一名羊將新羊頭齁 日本級的吉田一將 那今年是34歲身高是193公分 大學畢業後加入日本社會人球隊JR東日本 在2013年日本職棒選秀會 以極戰力獲得歐利式猛牛的第一指名 那在2014年新的年15場燈板 先發為主共投了75點 會議太長抓不住重點 跨國會議有志男生 Samsung Galaxy Z4 6全新AI功能 大展多工生產力 語音轉文字 分人逐字稿還能一鍵摘要重點 會議紀錄秒完成 還有智慧即時翻譯 與折疊專屬雙面翻譯窗 讓你跨國溝通更直覺 Samsung全新Galaxy AI旗艦折疊 反正更厲害 那在2014年新的年15場燈板 先發為主共投了75.2局 防疫率是3.81 那在16年轉戰後援 在日本職棒總共有226場的燈板 戰績是18勝20敗 55中繼成功 兩救援成功 總計341.1局 被集出了301隻安打 聖牙總共投出了269次三陣 那聖牙的防疫率是3.74 那吉田在2022年開始轉戰 日本獨立聯盟 新洩天鵝之心 那這支球隊也在今年加入了日本 職棒二軍的賽事 就是揚帶剛在的球隊 那面對台灣媒體的訪問說 即將加入台岡雄英 他對記者朋友表示 在新洩待了約兩年半 那球迷很溫暖的應援 是他每一場動力的來源 也非常感謝在地球迷的支持 那接下來來台灣也希望能有好的表現 為台岡雄英做出貢獻 那這邊可以講一下 基本上吉田在生涯後期 都是以中繼後援為主 那我們家的守護神雷公 常常被大家詬病 我也常常酸他嘛 不是直球就是壞球嘛 那看就是會不會 後面等一下圓榮集 都會跟大家講啦 我的一些小想法 OK 下一則新聞 在7月31號對上衛拳龍 我們家先發投手 行水艇陳宇宏 投了3.1局被跳的十支安打 還有一發的拳雷塔 然後投了一次的三陣 共掉了7分 最終8比9輸給了衛拳龍隊 那賽後有很多球迷 用了假帳號 還有小帳在陳宇宏的IG 還有Straight上面留言說 像台灣棒球真可憐啊 連這種小丑都能進國家隊啊 然後很多人身攻擊 像什麼腦麻啊 趕快滾蛋啊 廢物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其實也很常跟大家講 這種網路霸凌啊 網路酒駕啊 我說你真的 真的想要怎樣喔 你用本名嘛 關於這點喔 球團這次也是有 發了球團公告啦 在隔天馬上發了球團公告 球團表示 選手在場上全力拼戰 為的就是追求勝利與榮耀 那也謝謝球迷朋友 對於台岡雄英的支持 不管是進場立體 透過轉播關注 或者是在社群上 給予正向的力量以及鼓勵 有任何的批評指教 而台岡雄英球團 都虛心的接受 並努力改善 但如果有許多針對性 不理性漫漫 髒 隱色 仇恨 侮辱 人身攻擊等相關言論 留言 球團皆以截圖存證 必要時將追究法律責任 那希望球迷保持理性 在有言論自由的同時 要更對說出來的話 及留下來的話語 負起責任 禮貌並理性的使用社群的媒體 已經講到不想再講了 通常會講這種的人 不是賭博的就是 你根本沒有進場 富邦也有什麼兵重 反正就這樣 我已經答應聽眾朋友 不會一直罵髒話 我忍下來了 下一則新聞 上週我們總教練 洪一中總教練 提出那個35歲旅外選手 可自由接觸加盟的 這個類似規則五選秀 的這個討論嘛 那在上週他也說了 在31號在花蓮打完比賽受訪說 他認為陳青湖 不管是場內還是細部都太老舊了 不管是不是要蓋巨蛋 他都認為高雄應該要蓋一個新球場 那洪中表示上面的人思考 對中小職棒加分東西之類的都要去做 外面的老選手 開最大的方便讓他們回來 是要他們的知名度 那也感覺他也表示說 陳青湖球場已經不符合需求 真的開換了 那球團新球場要與地方政府合作 他說他認為市政府不能認爲什麼 都是老二就好要超越台北的企圖心 那我個人啦 我個人的想法是 這錢也不是 中的要出的 當然你有這個想法很好 但新球場從提案 開標設計好什麼什麼的 那時候可能黃總都保守一點 他今年63嘛 那我們不要像大巨蛋弄那麼久 我們用個八年好不好 他也七十幾了 而且說實話陳青湖是目前 符合國際賽標準規上的A級球場 那排水也沒有比較不好 他目前陳青湖最大的問題就是交通 那假設蓋好球場到可以比賽要八年 那你捷運黃線蓋好 最慢最慢讓你拖好了五年 那在這五年期間球場就可以做很多不一樣的改變 停車場啊 然後 周遭的周邊 陳青湖最大的優勢是他的腹地很大 停車非常的好停車 那在這 在等黃線通車把交通徹底解決之前 這五年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那當然要不要蓋新球場 那之前洪總也平常不知道想到什麼 就是說可以考慮蓋一個有屋頂的室內球場啊 跟統一師共用組場啊之類的 有時候老人家的用心是很好啦 就是有時候實際面這些東西 執行的人還是球員什麼 未必等得到也未必真的那麼需要啦 對這是我的想法 再來是Winstar的新聞 在7月31號公開了22位培訓成員的名單 那一樣是來自不同的職業領域及學經歷 將在8月12號開始為期三週的訓練課程 那師姿一樣是由我們的應援總監安之軒 然後還有舞蹈總監Mingo 那也有邀請高雄在地的歌手唱將林中興老師 來幫他們做訓練 那這次的成員除了台灣人之外 還有像我們上一屆的那個JC嘛 是馬來西亞華僑 那這次還有越南泰國的混血 那還有一對雙胞胎 就是整個更多元了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多多支持Winstar們嘛 那有其他的 像這些成員的長相興趣什麼 個人資料都可以上Winstar的Facebook 還有Instagram去追蹤 了解一下 那本週的鄉鄉修的就是 確定新羊頭 日記羊頭基建要加入之後 我發現選手這種東西 有時候你還是需要有點鞭策 因為其實不管是我們小的 像尾浩啊 玉銘啊 黃群的思想 或者是老的啊 龍王哥 賴紅塵賴師傅 徐俊良 真的能好好當closer嗎 那當然我們也 我們求的要拿捐人等的機會 相對比較少 那不管是領先時還是 呃 落後一分的時候需要closer的時候 我們的守護城雷工總是給我們一些 有點抖的感覺嘛 那本季雷工出賽了30場 30場都是後援 目前本季累計到現在是拿下了兩敗 十次的救援成功 一次的救援失敗 三次的終季成功 29.2局的投球局數中 每局被上累率是1.48 防禦率是4.85 那在上上週放出風聲說 有要找後援的兩項之後 從17號開始到8月4號 這幾場比賽 雷工總共出賽了三場 那都有拿下兩次的救援成功 還有一場的終季成功 那內容表現得不錯 那雷工在這三場比賽 丟了三又三分之一局 只被打了四隻的安打 那是沒有任何的自責分的 也沒有試壞喔 也沒有觸生球 那還送出了兩次的三陣 那被上累率是1.20 那防禦率是完美的0 所以我說 洋將不管是洋將還是本土的選手 都需要一點刺激跟競爭 那進美洲戰報吧 那我們上週總共是出賽了五場比賽 那在花蓮的比賽跟衛拳是各拿了一勝 那在久違的回到陳慶路主場 以及嘉義總共對童醫師拿了 打了三場拿下了兩勝一敗的成績 那尤其在六日兩場達到同一支最強的兩大洋王牌 甚至是目前中華職棒最好的兩位投手 聖騎士跟布雷克 那單週累積三勝二敗也是下半季首度 單週勝率超過了五成 首先是7月30號的比賽對衛拳 我們是派出了洋投後進 那衛拳是派出徐若曦這場精彩的投手戰 那一局下我們就靠著連續安打 以及王伯隆的高飛犀牲打拿下了一分 那後進則是在第六局出現的一些狀況 出現了兩次的釋壞 被郭炎文一支40的安打丟掉了一分 那雙方就以1比1進入延長賽 突破僵局的第十局 賴紅成功守住利寶不失分 那十局下再靠著衛拳的先發投手陳慣偉 處理短打時的失誤 最終是再見爆頭 讓我們並不邪忍的拿下再見分 以2比1取得勝利 那這場只能誇獎 我們的得勝的功成 MVP我會頒給那個陳慣偉 那勝利打臉的部分是頒給捕手 我真的不知道除了後進之外 這場比賽其他人在幹嘛 這是我說的不是掰開老師說的 那七月31號的比賽 跟前一場的投手戰完全不同 雙方都是你來我回 打擊方面都是各種爆炸演出 那我們現在投手剛剛前面有講過 余虹投中撥滿四局 投了3.1局就退場了 那接替的小烏烏薄圍 合計掉了8分 打完四局上我們就以0比8落後 那原本以為會被一波帶走時 在4局下靠著磨硬的3分炮攻下3分 那6局下靠著連續安打攻下4分 比數回到7比8 那可惜9上我們的中級後的陳浩偉 連續的保送行程滿累 雖然是先上來拆炸彈 但還是被劉基鴻打出一支高飛犀生打 也讓9局下半那個藍英倫的陽春炮 沒人追平比數 那最終就以8比9吞下敗場 那這場真的很可惜啦 那個Q一度整個打回來 那真的就是 嗯 余虹就會持續加油 因為其實我要特別講這場是 余虹這場一個試壞球都沒有 那下溝投手本來就這樣 你那一天球控制力沒有太好 就是會投的比較甜嘛 剩下就是靠手背 那我覺得完全沒有試壞球 就表示他很積極的在進攻好球袋 那嗯 四子千也上來順利的止血 這我覺得就是尾號的那個連續保送 但是他其實也不是說投的很閃還是幹嘛 就是我看比賽又看了重播之後 再重生一次喔 這是我講的喔 小葉說的 不是白開老師說的 就是真的有一些球 邊角的球 主持人沒有撿 對補手配 不管是補手的配球 還是投手的信心來說 都會造成一些影響啦 OK 在8月2號出戰 我們本季打最不好的統一師齁 三連戰的第一場 全發投手部分哈馬興跟古林瑞陽 形成一場精彩的投手戰 哈馬興主投六局 僅在第三局掉了一分 但我們打線沒有辦法突破古林瑞陽 像鬼一般的投球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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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但我们在这场比赛展现了强大的打击火力 现在第三局突破圣骑士的投球 单局局出伍兹安打 然后包含一致的宝宋跟一致高飞西尊打 一局拿下5分订电大局 这也是圣骑士本季单局最多失分的一局 那除了第三局的5分大局 精吞之外 从第5到第8局连续四个半局都有所斩获 其中包含蓝巴巴蓝英伦的两分炮 以及小七瓜吴念廷的本季守轰 那投手群江城彦 吴又臣许玉明三位投手总共只被集出了三致安打 虽然包含林安可的两分炮 但总共也只是了三分 那中场就是以11比3大胜统一失队 那8月4号的话 三连战最后一战是为了回馈嘉义湘青 对于去年二军球队的支持 因此安排周日的主场在嘉义势力棒球场 那这场比赛我们是派出了左投手 帕金狗陈伯钦 那统一失事派出了另外一名墙头布雷克 陈伯钦这场虽然每一局都有 被上蕾的状况 但也让同一次集出了三次的双沙打 手背是相当的给力 那只在第三节被陈杰线 在得点圈友人的情况下 集出带有一分打点的安打 那比赛前半段我们的打线 是受制于布雷克的投球 在前六局紧出现了三次的安打 但在第七局开始突破了他的投球 靠着单局的三只安打一次保送 以及一次的失误 一口气攻下三分逆转比数 那第八局靠着吴念廷连续两天backback开轰 然后黄群在第八局上半拆弹成功 那雷公上场关门让统一打出了 本场比赛的第四次双沙打 最终就以4比1 击败统一失取得对战的二连胜 那上周也是我们在下半季第一次 也是整季久违的单周胜率超过五成 尤其是面对统一失的古音瑞洋 圣吉斯跟布雷克 这三位王牌级的先发投手能取得两胜 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非常鼓舞士气的一周 那目前我们下半季的战绩 七胜十一败 胜率是三成八九 依旧是在六队垫底的位置 但是距离第五名的魏拳龙 只有一场的胜差 那在上一周得点圈有人的表现 更是超水准的演出 52个得点圈打击机会当中 选到了六次的保送 一次的故意释坏 两次的牺牲短打 三个牺牲高飞球 41个打数中有13次的安打 打回了18分的打点 那上周的团队打击三位是 三成一七三成八零跟四成三九 比起整季的平均值高出了不少 那整个得分的效率就是提高了啦 就是棒球就这样嘛 谁得分得得多 四分之的少谁就会赢啊 那打击的部分三位重点选手 台钢POWER打不停 晚熊二哥吴念廷也发挥大家期盼的打击实力咯 上周打出了四成二一四成二一 七成三七的打击三位 更重要的是期盼19的守轰也出现了啦 那也是连两场开轰 那上周有提到说吴念廷的滚地球有点太多了 从他加入熊英的比赛开始到上上周为止 他的击球滚飞比是1.6 那在上周的比赛 念廷的打击是有一些修正的滚飞比 大幅向上到0.6 那也开始把球打飞之后 加上他原本就有不错的POWER跟腿啦 那长达也跟着出现了 那大学长兰巴巴兰英伦近期 也是进入一个打击的小巅峰 已经是连续九场比赛出现安打了 那在上周的五场比赛 是打出了三成五三 三成一六跟七成零六的打击三围 那也是一样单周有两支的拳而打 甚至是一些他被揭杀的飞球的阿达里 还有飞行距离的机油出处 看起来都是非常的棒的 那他的挥击也都很有气势 希望不要只是回光返照 兰巴巴继续加油 而且他打得好对年轻小将 不管是在一军板凳看着的 还是在二军的选手 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激励 那再来提一下我们的大魔王魔鹰 Steven Moya 在上周也有一支三分炮 那也是联盟第一个打 本季第一个达到20支全雷打的选手 那魔鹰的打击相对是持续稳定的 这一季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经历过两次比较明显的低潮 但场次都没有延续到太长 很快就能反弹 调整好恢复了 那特别提一下魔鹰的原因是因为 基本上他只要把球打进场内 上周几乎都是安打 那也希望他可以持续的开轰 我们就可以看能不能突破布雷的记录 把全雷打的记录延伸到哪个境界了 那小将大王王博旋跟转队过来的 杜嘉明还有陈文杰 上周的打击率都三成以上 那整队就是有七名的选手单周打击率超过三成 那其中博旋跟文杰的状况都前去上上周的稳定 那阿杜是上上周有些低迷 那在上周有些些微的复苏 那详细的进阶数据 拜开老师在这周的专栏都有讲得很明显很清楚 那这些东西用口语来讲 可能我没有办法表达那么好 请大家再去看专栏 在节目资讯栏都有 那特别讲一下那个博旋的部分 那博旋因为交易案过来的晚熊大哥 郭富林的部分 他的上场的先发的场子是有受到压缩的 那这部分是我自己的补充 出赛了两场 上周出赛了两场 两场都是先发达 就是三乘七五 八个打数打出了三支安打 然后有三分的打点 那OPS也有七乘五零 那表现得相当的不错 也把握住 因为学长来 转队来之后的 被压缩的先发出赛空间 那博旋本身除了 原本的一壘或者三壘之外 他也可以守外野 所以也是增加了 红种调度的灵活度 那也有三位选手 可能要特别加油 那分别是刚转队过来的浣熊大哥 郭富林 虽然在初登场 首打席就打出了安打 但是上周的状况是有些低迷的 打击三位只有 一层六七 两层一一 跟两层七八 那十八个打数只有三支安打 不过 富林在 本季在一军待着的时间 包含在前面统一师 时间不算太长 还需要有一些时间给他调整 那教练团也是一直在调整 郭富林的棒次跟首位 希望让他找到一个 打起来感觉比较能发挥的位置 那就是加油吧 因为像我 我或者是其他一些球迷 就是 还是比较希望像杰西或者是博璇 能打出来 那固定站在闲法这样 那郭富林有了他的经验 那他以往的时机就是在那边 所以 都来我们熊英了 也希望他可以 拿出他的长达火力 跟该有的表现 那再来就是龙龙啦 上周的表现是有一点绕赛 这个绕赛是两个 两个一一 一个是表现 一个是他真的有受到场位员的影响 所以在花莲的第二站 是没有上场的 那又有两场比赛 在比赛后段中 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被换下来 那是没有公开的消息 除了那边没有讯息 那他即将有上场的四场比赛之中 他的打击三位也只有一层五四 两层跟两层三一 以博龙的表现来说是不合格的 那希望说 可能真的是因为身体状况的关系 就看这周他的表现咯 再来就是阿布一张兆元啦 上周的打击状况也是有点差啦 四个打数就吞了5K 然后只有一只的安打 上周也有回他的家乡花莲表现 他家人也都有进场来观战 也希望他这周可以调整好 调整回升咯 那投手的部分呢 是整个好很多了 主要是因为那个牛棚有稍微恢复了一些 那先发的部分除了宇宏之外 其他四位先发投手有三位角出QS的成绩 包含哈马兴江澄炎跟陈柏青 那没有QS的后进其实也只 投了5.1局掉一分 是表现不错的 所以先发投手这一周 还是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那每位投手的详细的表现 白开老师一样都有在专栏这边 特别的点名跟做好完整的整理 请大家再点进去看一下 那牛棚的部分啊 是真的上周的表现回稳非常非常多 相照于上上周ERA8.78 核炸级的表现 上周的表现是非常的优异 下降到3.12 那牛棚投手有六位投手 是没有任何的择失分 分别是黄群 吴佑成 雷公 赖红成 四十千跟许玉明 那掉到那个中级后远的吴佑成 在短局数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也有一定的载质力 那黄群经过了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没有那么天天之后 投得非常不错 上周出在三场投了三局 虽然有丢出了两次保送 但是都没有被急出任何的安打 那每一场比赛 至少都有送出一次的三振 那也解决了 昨天8月4号的比赛 薄青哥的满壘危机 那赖红成的回稳 还有他的手背的灵活度 也是整个牛棚可以回稳的关键啦 那本周的前因后果是想讲一下 那个交通动线的部分 因为上上周最后我们球队是在大巨蛋嘛 然后在上周是先在花莲跟卫泉进行二连战 那也因为台风风灾的关系 那时候北部到花莲的交通 还是有些部分的中断 那也就导致没有办法很顺利的移动啦 那原本是球团是想要说能搭飞机过去的 那机位很难协调 所以最后是结束大巨蛋的比赛之后 返回高雄 那在从高雄开南回到花莲 然后再开回澄清湖 那在从澄清湖开到嘉义这样 那我是虽然说风灾这种东西 难以预计 然后交通恢复这种东西 民间单位军警校跟居民们都很辛苦 很认真 那我还是希望说 可不可以说大家来讨论一个配套的方案 说做一些赛程的延后 或者是劝局让灵活性多一点这样 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啦 我来听个音乐 敬本周初音未来 哦本周初音未来很精彩哦 那上周二军的部分 是拿萨尔一胜一败一盒 那整季目前排名在第四名 那只落后给第一名的魏全龙 七场的胜差 那上周要特别提 投手的部分是黄烧烈在八月二号的比赛 投了一局拿下了两K 获得中继成功 那也是近期表现 中继最稳定的一场比赛 那也希望他可以持续维持好的手感 在目前中继牛棚 还有一些混乱的状况下可不可以上来吃个长橘树之类的 那打击的部分上周提的我们的光束阿飞陈飞林 一样是八月二号这场比赛 三个打数打出了两只安打 还跑出了三次的倒壘成功 那上周黄杰西也打出他的俄军生涯的首轰 那另外补充一个俄军的新闻跟记录 在7月30号对富邦汉将俄军的比赛 有六位投手联手演出无安打的比赛 是我们俄军创队以来第一次的记录 那这场比赛是陈柏青先发三局 那陈正义在第四局接手 总共投了两局 然后随机姐姐王一正登板 虽然投出了三个保送 面对Money的危机 马上拿出他的经验解决掉三个人 那之后的郭瑜言张俊凯跟杨打想上场 都没有被敲出安打 那最终是12比0 对富邦汉将拿下了无安打的比赛 那打击的部分陈飞玲也有好好表现 除了双安三分的打点 林威汉也有两只安打两分的打点 那就是如果大家除了一军之外 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家俄军 那目前CPBLTV都是在礼拜四礼拜五 固定会有转播二军的场次 那也可以一样直续追踪 渔夫大玩摄影的YouTube 都会有二军的战报 那本周的内容差不多就这样咯 紧急插播 在今天8月5号凌晨 拿下奥运双打的王七宁跟李洋的组合 拿下奥运的金牌 那球团也宣布说会在8月11号 大巨蛋主场邀请王七宁选手来为我们开球 这是紧急插播啦 那本节内容就差不多到这样咯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